让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充满了春夏气息的我们的春夏新品 那今天在现场其实也是蛮多人在选配这一款我们的眼镜 那待会大家呢我们也会邀请苏玲妈咪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 好那我们待会我们还会再组话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穿着非常的时尚casual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这边呢我想要先问 那请苏玲妈咪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就是有什么样的行程吗 我最近除了就是工作以外 然后还有重点就是小孩放暑假 放暑假了很重要对不对 对很可怕 对妈妈来说是他放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到了 那有没有什么行程要带小朋友出去玩或者是去哪里呢 我今年就是比较特别我想带小孩去夏威夷 想要带小孩去夏威夷哇好开心哦 对啊想说带他们去因为我其实我也没去过 但是我对夏威夷就充满幻想 就是可以带小朋友去把小孩放在沙滩那边 让他们去玩沙妈妈就是在那边晒日光雨 对对对对就可以放一种半放生的概念 半放生的概念就是只要可以放生小孩的地方都是好地方 是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树林妈咪穿的非常的时尚 而且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 因为我们是来自这个加州的眼镜品牌嘛 所以你觉得你心目中想象的这种加州时尚的look是怎样的一个风格呢 就是我今天这样子啊 就是今天这样子 我今天真的觉得说哇 因为我一直到说天啊那我可以来个加州风格look 我就觉得好开心哦 因为我平常其实我的个性我喜欢晒太阳 对 所以像加州风它就是带有一点休闲 所以像我今天我就我就选择了一件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 对 有点像睡衣室睡衣室这种亮面材料的衣服 然后很随性搭了一件就是牛仔裤 或者是说如果身材更好的话 其实搭一件短牛仔 对 就是其实更有那个加州感加州休闲风的感觉 是 然后重点呢 呃你一定要配上一副就是很有个性的眼镜 一定要配上一副眼镜 对因为加州就是你知道太阳来了太阳很大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你知道太阳很大的时候 你眼睛可能放电就没那么厉害 哈哈哈 就需要一点时尚的配件 对啊 然后你整个就是眼神 你会觉得特别有戏 是 因为就是太阳照下来的时候 你眼睛还是可以张开的 哈哈哈 还是可以放电这样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是比较加州的这个时尚悠闲的一个look 那你觉得我们的这个Mr.Light这样子的一个品牌 我们的眼镜啊 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款式 你觉得它有没有符合你心目中的那种加州时尚的look 一定有啊 像我今天脸上这一副 Colias 它就是强调它的镜面呢 它是一个六角形 然后镜面是我选择稍微大一点点的 然后是微渐层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几 应该想说这几年的女生 她们的妆感 比如说一直都会强调眼睛 对 那你如果选择这种微渐层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 你画的美美的眼妆 可以让人家看见 对 然后呢 就算你素颜的时候呢 它其实也可以帮助你就是看起来气色更好 对 而且大家有很多颜色 但我选择这个颜色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的颜色偏古铜 所以我没有选择粉红色 我觉得它会吃掉我的那个身体的感觉 那我就选择了一个绿色这样子 绿色渐层 绿色渐层 它会让我的五官看起来 稍微比较立体一点 哇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素颜环 今天戴的就是我们2019年春夏的一款新品 那这款是你非常喜欢的一款 对 那当然今天在现场其实我们也有其他颜色 就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试戴一下 一定要戴 对 超好戴 因为我我我我其实算蛮喜欢收藏各种眼睛 我家眼睛超多 嗯 然后呢 它是让我戴了一整天 你知道就不会觉得我相信大家一定有感觉 就有一些眼睛戴起来 你会觉得说Channel的太阳虚被掐住 感觉很重这样子 很重 但是它非常适合旅行或者是带小孩 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 压力很大 就是气色就不好的时候 就是让你不会觉得有 有压迫感 有负担 是 所以 你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很新品 那还有没有其他款你要跟大家推荐的 尤其现场展示蛮多的 对不对 对啊 有几款其实我很喜欢 像我这一款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休闲感 然后比较女性一点 对 那我有一款是 比较喜欢 它比较个性 而且今年很爽 酷就掉掉了 啊 不要带好好的 就是要对对对 ok ok 好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像那种耳环那种耳后勾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现在看的是另外一款 我们也是春夏新品 像这一款它很特别 我喜欢它的近脚的部分 因为它近脚是这样子就是 弯下去 弯下去 然后尤其像女生的话 像我个人我喜欢把头发放一边 啊 然后呢 它顺便可以帮我固定 就整个 把它的固定后面 对 你知道风大了之后 你就不会就披头散发 对 然后呢 就像这种比较 嗯 镜面比较小的 这一年我相信大家的 大家应该都 蛮多这种款式的 然后呢 它很酷的地方是 就是之前有流行一阵子 要戴不戴的风格嘛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放下来 对 对 就是稍微显酷一点点 嗯 对 然后或者是你正常戴的话 我觉得它很酷 然后就是配上你个性的穿搭 就会有一点点 算是女人风情 但是知道说 这个女生应该很有个性 对 是有个性的 对 不要惹她 哈哈哈 不要惹她 因为其实刚刚Ella有跟大家讲到说我们我们的这个Mr.Light她的眼镜呢最主要是每一款她都有她的特色在 而且我听说说以马来介绍这一款她侧边这个镂空呢是日本布雕花艺就是用日本布雕花艺的概念下去做发想所以侧面也很美 对啊 所以如果不戴好的话 你知道旁边拍得到照片就是或者是有点往下戴然后可以拍到这个边边边框也蛮不错的 零死角 对零死角的眼镜 而且就是可以让大家带出门的时候他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他的细节就是做得比人家好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戴墨镜或眼镜有一个好处 因为他他本身的设计很多所以可以改变你的脸型 是 对 可以修饰我们的脸型 对 哦 所以平常出门他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配件嘛就是不一定说因为出大太阳我才要带出门我平常跟着衣服我也可以带出门对不对 或者玩手机玩太久你知道 哈哈哈 这是一个附加的一个功能 对啊 要稍微要防一下那个那个蓝光啊对而且还有就是情人节的时候出门如果一个人走在路上我也可以戴着墨镜防止一些闪光这样子闪光弹 你自己有这样子吗就是因为听说老公回到家的时候会跟你的小宝贝们就是晒恩爱这样子你自己会会做这件事吗 想说我把墨镜戴起来我不要看好了哈哈哈 也是也是会了也是会但是戴上去之后我还是会拿下来哈哈哈 拿下来跟他示威一下用眼神给他一点暗示这样子对哇今天真的很谢谢苏黎妈咪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夏日的一个时尚look跟那个佩戴墨镜太阳眼镜的一些不同的一个小巧思这样子那当然今天很开心因为是邀请到 我侧这边也有相当多的媒体哦 你看原来 One could yum